来到了今天的第二则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之风 日前大马羽球女单吴景薇的教练 因为证件配额有限 没有办法陪同他出战巴黎奥运会之际 但网民却揭发和质疑 大马奥运理事会主席兼大马羽种主席诺扎的家人 为什么有证件到场许关赛呢 诺扎就解释说自己有特别的名额 可以邀请别人去观看奥运会的比赛 他强调这件事情和参赛的运动员 还有团队的证件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他说的是对 没错 当然我们也要分清楚 国际奥委会IOC 向所有国家的奥委会主席颁发证件 他们是可以携带自己的嘉宾随行 而奥委会的代表名额 与选手代表团的名额是两回事 选手是选手 然后奥委会的是奥委会 不能够相提并论 刚开始网民看到照片的时候 误以为照片中的那一个人物 是大马奥运会代表团 团长哈米丁的嘉宣 但其实是诺扎的妻儿 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跟理解 为什么有网民会对诺扎 有这种不满的情绪呢 难道网民真的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酸民吗 恐怕未必哦 是不是因为诺扎他担任大马奥运理事会主席 跟大马语总主席期间发生了一些令关心体谈 特别是语谈的朋友 让这些朋友们失望和愤怒的事情 所以他们才觉得诺扎他没有资格带其他的嘉宾去巴黎奥运 而提出这个诺扎带家人来巴黎看奥运的网民 他们就怀疑诺扎是不是有假公祭司 把妻儿顺便带来巴黎吃风游玩 表面上是为我国的奸儿打气 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打气到底作用有多大呢 而这些质疑或许就是网民想要寻找的答案 媒体早前报道 由于国际奥委会发给大马代表团的证件有限 执教吴景威三年的印尼籍教练诺瓦阿玛达 没有办法跟随出赞巴黎奥运 不过吴景威获得国语教练总监雷希和南双教练成冰生的协助 目前的吴景威是一名职业自由球员 不属于大马鱼种 此外被网民抨击的诺詹指出 这起攻击事件将加快他从鱼种离子 他也捍卫自己和自己的家眷 认为家属不应该面对网民的攻击 诺詹指出自己在大马奥运理事会和鱼种都是无偿的服务 就是说没有从这两个协会中领取任何的薪水或者是金铁 反而他是想帮助国家赢得荣誉还有骄傲 他说网民们根本没有必要攻击他的家人 家属不应该经历这一种的审讯 这件事情也将加速他离开大马鱼种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离开鱼种 不过看回之前的资料 诺詹其实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已经表示说他要请辞 要离开鱼种 不再担任鱼种主席这个职位 当时政府挽留他 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服务 如今看到这些批评之后 或许他已经心灰意冷了 觉得既然大家都不争讯我的话 那么我就快快离开鱼种吧 他要走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那么他就希望他自己希望 接下来的领导人能够改善国内羽毛球的事务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另一方面 大马奥奥运理事会营运长蔡汉金 就演出发言捍卫诺扎 他就强调诺扎遵守规矩 不应该受到网络霸凌 他说国际奥委会确实向国家奥委会主席 和秘书长颁发了证件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位随行嘉宾 他们的证件上也会有国家奥委会的字母 就像运动员一样 官员也不应该受到网络霸凌 在发表评论之前 请先了解问题 如果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不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坏事 与此同时国家体育理事会指出 大马奥林匹克理事会代表团出席巴黎奥运的费用 是由大马奥理会本身承担 没有涉及到政府的资金 国家体育理事会只是负责支付运动员 教练理事会的官员 大马国家体育学院 以及给予运动员额外照顾的大马之家的运作而已 我想网民对诺战的不满 因为他是大马体坛的老大 而且是五朝元老 经历五个不同的朝代 他在2007年国阵的年代 就开始担任余总的主席 之后2008年就担任大马奥委会的主席 他经历了Kairi Sak Sadik Riza American Pegia 以及杨小双 五任的部长 横跨的长度是从国阵 西盟 国盟 国阵2.0 以及目前的团结政府西盟2.0 他依然屹立不倒 那么背后呢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身份 其实他也是巫统的政治领袖 他曾经担任过第二财政部长 诺姆·麦雅克的政治秘书 他在巫统也有活跃的这一个经验跟故事 当然放他在这个体坛来看的话呢 他确实有过人之处 这或许就是我们常讲的 政治渗透到体坛的一个最佳说明 或者是最佳的一个故事吧 我们来看 如果他领导有方的话 或许我们的体坛 尤其是我们的羽坛 不会一年不如一年出现清皇不截的情况 诺赞他领导羽总有七年了 当这七年期间其他的国家人才被出 除了传统的羽球强国 中国、印尼、日本、韩国、丹麦之外 其他新兴力量也开始崛起了 看看今年南丹的半决赛就知道了 是没有中国 那么这些新兴的新起的国家呢 就包括了印度、泰国、香港、台湾等等 这些国家跟地区大量栽培优秀的选手 能够在一些国际赛事分得一杯羹 而且也取得不错的排名 那么羽球是马来西亚的主流运动 也可以说是国球 是全民的运动 我们不缺乏人才 缺乏的是发现人才跟训练人才的机制 如果我们沦落到被印度、泰国、台湾等超越的话 这肯定是我们的机制出了问题 不管是在领选上、在培训、在发展、在维持人才上 都发生了重大、出现重大的状况 羽球是责无旁贷的 过去去年 诺战他担任主席期间 羽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缩影 不管谁上台 都应该要大刀阔斧的去整顿马来西亚的羽团 他不能够再等了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等 你等的话 我们会赔上 我们过去所栽培出来的羽球的选手 以及会浪费掉这一些羽球的选手 因为他们的体坛寿命是不会太长的 不要再浪费他们的青春 还有他们的血汗 收着Cityplus等下回来还有最后一车的焦点新闻 不要走开 OK好 雨球 这个第二车从诺扎Zakaria 从诺扎Zakaria的这个事情开始谈起 那么如果要谈大马雨球雨潭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要请专人来聊聊到底我们的雨潭出现了什么问题 如果能够找到退役的球员来的话就更好 因为他们胜利其境他们知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也只能够蜻蜓点水的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线上的你在收听节目的话 在观看节目的话 对雨潭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来欢迎你把你的想法 你的意见写在留言区 读一读你们的看法 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观察 高手在民间 你们也是高手 来快快把你们的想法写出来 OK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呢 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第二车的焦点新闻 第二车新闻呢 其实已经滚动了好几天了 然后我没有想到今天主编还会选这一则 为什么还会选这一则的 因为他有新的进展啊 而且他新的进展是相当相当相当有意思 也相当特别的 OK 那第三则新闻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前几天 在登家楼发生了这个 仇神文化表演的争议 大家还有持续的在关注这一件 这个新闻吗 这起事件吗 然后你有没有关注到现在最新的发展 是怎么样了呢 你自己其实有什么样的意见吗 都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甚至关于到刚才第一则新闻的这个国会服务法 还有第二则跟这个大马鱼总有关的 鱼总有关的新闻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大家的这个意见 还有看法 OK 那还有30秒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吧 有一点时间就预告一下 等一下6点的新闻 待会的6点重点单元理财怎么办 今天我们来聊的呢 就是上大学到底需要多少钱 我们每次都说上大学你就准备学费 但其实除了学费还有很多小小样的这些开销啊 费用啊都是父母们常常会忽略的 甚至是这个可能学子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 到底上大学实际上你应该会花多少钱呢 所以留守等一下的主编点新闻咯 请你订阅明啊 杀状通常会 投�л来仔细将這邊的妹妹